上周陈鹤爆出离婚以来呢就有媒体放话 周一见将重出江湖 将有更多显示陈鹤疑似和张子轩关系密切的证据要公诸于众 其中呢就包含了两人在北京密会的视频 然而呢还等不到周一这段所谓的视频呢就出现在了网络上 一时间呢再次把陈鹤推上了风和房间 从1月25号爆出的这段视频来看 陈鹤张子轩同一天回到北京 并前后脚入住了同一酒店的同一层行政套房 爆出该视频的某摄影工作室工作人员随后再接受某媒体采访时称 其实早在2014年11月3号 陈鹤就曾因为该工作室摄影师拍了几张他走出机场闸口的照片 而追着这位摄影师满机长袍 更紧张地询问对方到底拍到了什么 并让对方不要刊登出来 随后摄影师看过照片后才发现 原来当时照片中还拍到了和陈鹤同行的张子轩 知情人士称 如果张子轩跟陈鹤是真的在一起 那张子轩或许可能是婚内出轨 据悉张子轩已经结了婚 老公叫做杨依柳 是个正经出过书的作家 也是电视剧制片人 与此同时 该摄影工作室工作人员称 陈鹤在自己的离婚时间上也有可能撒了谎 由于2014年11 12月 陈鹤张子轩就已经察觉到了被跟拍 万一照片突然被爆出就铁定是婚内出轨 于是关系已经处在冰点的陈鹤和许静才离婚 这样才能解释得通 为何两人还在2014年8月 还以夫妻之名上结 自从离婚并可能婚内出轨一事被爆出之后 陈鹤两个字就再也难和好男人扯上关系了 但似乎为了挽回陈鹤形象 他的公关团队连日来不断拿出所谓新的证据 推翻此先的报道 比如陈鹤张子轩一同入住的酒店 根本没有报道中提到的20层 以及11月24号陈鹤正在录制奔跑 把兄弟最后一期 根本不是网友所说的跟张子轩一同前往马尔代夫 更拿出了邓超在录制现场伴有时钟的照片佐证 然而记者调查后便发现 这样的证据简直就是在越描越黑 时钟上分明显示11月22日 而酒店工作人员也在接受采访时称 酒店确实有20层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酒店有20层吗 现在停来 陈鹤的那句成名金句似乎有些讽刺 如今好男人的招牌净毁似乎也牵扯到了陈鹤的工作 有的网友发文让他退出参加录制的节目 其实好男人标签在娱乐圈里的含金量非同一般 这几年不少娱乐圈男明星就是凭借自己的好男友 好丈夫甚至好爸爸形象 更加巩固了自己的事业 不过好男人的标签是容易贴 你要把这牌子做杂了 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成倍的 2000年事业春风得意的黄紫娇因为暗交曾宝仪劈腿小S一事闹得满城风雨 一时间受到千夫所指事业更是跌到了谷底 事业就是有一个小 Oh my God 辛苦的时候 太难了 我只知道 就连在娱乐圈里黄紫娇也根本交不到朋友 没有了好男人形象 走到哪儿 黄紫娇都像过街老鼠一般 无独有偶 陶大宇也是因为丢了好男人标签而断送了自己的事业 2006年 陶大宇和郭县妮因为拍摄电视剧《雪景初更》而传出绯闻 最后还和老婆离了婚 这样一个负心汉的形象瞬间让她的事业急跌 不仅没有得到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续约 转战内地也几乎没剧可拍 只能靠出席一些活动来捞金 同样周一剑的文章也是败在了好男人这三个字上 所以还是要奉劝那些不自律的明星一句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